鑽鞋功能 這是鑽鑽的 鑽樹用的 好像我們做收樹就經常用到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一燈 今天有新的產品測試 這是什麼呢 這是這些工具 是一套 這款是很獨特的 它是角鑽機 可以變成鑽鑽機 就是鑽樹的鑽鑽機 很多朋友都見過這些角鑽機 角鑽機放了鑽片 可以切角木條或金屬鐵管 可以做切角肉的角鑽機 可以磨東西 有些木磨片 打鈉 可以拋光的材料 切割石頭或金屬 可以裝不同的切片 可以切木條 最獨特的材料 最獨特的材料 都不是這個材料 這些很普遍 最獨特的材料 是可以 將它變成鑽鑽 鑽樹用的鑽鑽鑽 這個鑽鑽 可能很多朋友都未必用過 我們通常用的 它可以設計到 可以將這個材料 拼在一起 就可以變成一把鑽鑽 相當實用 平時在家居都可以用 暫時我買了一隻有線 有插電的 暫時都不太方便 不過不要緊 如果以後覺得這個好用的話 我可以在香港做充電池的膨磨機 一樣可以套到內容 那時候可以試一試 因為不知道效能到不好 以及設計如何 買回來看看 試一試看看會否可不可以做到 等下我會安裝這把物質 看看是如何玩 因為我為什麼會買這隻 因為我看見那些 這些就比較簡單很多 因為它已經是組裝了 一套就已經可以鎖死婆婆機了 非常方便 我之前看過的不是這樣的 因為之前看過的 YouTube影片看到的 全部都是散件 十多件配件 你用的時候才是逐件逐件 扭上去 組裝上去就很麻煩 很不方便 現在已經設計到 這個設計已經很方便 不再需要拆散 再慢慢組裝上去 現在是正常的 上一顆螺絲就可以用到 還有配合擋板 配合抽手上去 基本上就可以用到 先試試鋪巫機的砲磷 有砂紙 很多朋友都可能用過 用在浴室的門口 用來吸腳板的水漬 這樣就已經弄得很夠了 太厲害了 要外出才可以做 太厲害了 可以在這裏攪 太厲害了 好 我先嘗試安裝這個研究 這套是我提案用的 看下怎樣玩 這塊應該要拿出來 這個要拿出來 把這個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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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它這裏有一個瓦位 對上十個螺絲 對上這裏的瓦位 然後上十個螺絲 要把他放進油 要放進進車 也會有攝像是會有射的 好 這就可以買了 不可能的 不過可以用得到 而且這些是很便宜的 大家猜一下多少錢 應該大家猜不到 因為實在太便宜了 如果外面打工 又是像上年生粥一樣 打到樹架塌 這把樹架可以幫到手 大家不要學我 這個動作很危險 因為要戴手套才可以做這個動作 而不是最危險 製作到嘩 製作到想到 製作到爽生粥 製作到嘩 製作到嘩 超鍋炸裂 全部都多吹 算了 感覺上是不能操作給油鍵 不能給油鍵和煞鍵是有點害怕的 我隨時煞停就有個鍵可以隨時停停 這個就沒有了 就要在角膜機後面的開關鍵控制 所以就有點危險感 如果拿起手要用的話都可以做到想做的效果 因為這棵橡樹已經放了很久 很硬的雷石已經放了 其實我一邊鋸下去是可以鋸得到的 是可以鋸到整片可以鋸出來的 因為很香的漿木味 如果再鋸下去就有很久吸塵了 因為太多木碎了 雖然木碎對家庭好可以把蚊蟲 遮蓋的漿木味很厲害 很香 今天的測試就到這裏為止 其實都可以一試 但普通人就不要亂來 因為我是經常用鏈鋸 所以絕對熟習了操作方法 如果普通人沒有用鏈鋸 就非常危險的 不要亂用了 這個視頻就分享到這裏 可以的 可以用角落機變鏈鋸 如果可以換這個充電池更加好些 不過這條鏈是否不知 看上去就比普通的鏈是比較單薄些 不是很漂亮 始終是很便宜買回來 可以買到兩條 外面買兩條鏈 就等於我買到整套這個工具 來總結一下 總之這把其實是可以用的 不過真的要很小心 就算普通工程佬用的話 都要很小心很小心 因為這些鏈鋸的鏈 是比普通角落機的風險更加大 操作起來更加困難 所以是危險的 所以就算很多工程佬 都未必是熟悉操作鏈鋸 就要很小心 因為真的很危險 所以切機切機要小心 好啦 今天的視頻就分享到這裏為止 我就有時間要收拾垃圾了 因為空地都是這些木碎 我們到此為止 如果喜歡這條視頻請記得 點贊和訂閱和分享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這張木呢 就不要浪費 用得嘛 用得就不要浪費 那我就拿一些茶葉包 把這張木呢 就放在茶葉包裏面 把這張木碎放在茶葉包裏面 這樣呢 這包東西就可以放在櫃桶那裏 放在櫃桶那裏 就可以有驅趕蟲 可以放些蟲 或者放在洗手間裏面 都可以很香的 用得就不要浪費 先做個包